冰桌上打撞球 中国大陆黑龙江省哈尔滨冬季限定奇景 松花江畔的裁冰场因为冰块数量多 纯度高 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 就像钻石般璀璨 又被称为钻石海 吸引不少游客拍照打卡 中国大陆元旦廉价结束 旅游数据出炉 哈尔滨在三天内 吸引305万人次 旅游收入约261台币 冰雪经济发威 但是从哈尔滨出发 另一个热门旅游路线雪香 又传出坑杀游客的纠纷 旅游客抱团前已花358人民币 约近1600台币 报名哈尔滨雪香两日游 但是上车出发后 却被导游强制推销 再购买台币6000和6500的套票 双方发生激烈争执 消息曝光后 革命导游被停止带团 官方进入调查 击白了雪香再度因为 黑心旅游团染上污点 TVB零约中央陈永文综合报道 304.79万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